我希望格式化 這格式化是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不寫程式 一個是寫程式 當然寫程式 我會寫程式的人都很喜歡寫程式 因為相對簡單 反正跑個回圈 再做個邏輯判斷 然後再做一個 當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就做這件事 可是如果不會寫程式的人說 寫程式在那裡難了 可不可以不要寫程式 有沒有內建功能 跟各位講內建功能這邊有 叫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規則 不過我是覺得 它內建雖然有 但是比較沒有什麼彈性 而且延伸性比較差 變成說你下一次還在做 我是覺得 習慣用程式解決 就不太會喜歡用這種方法 因為這種方法 下一次還在做人工再做一遍 還是不夠有效率 不過至少你知道 如果你不寫程式情況下要怎麼做 首先的話 這個新增規則裡面的話 那我要做什麼事呢 首先第一個 就是根據什麼呢 根據條件的話就是這個排名 它的條件是什麼呢 它的條件是小於等於7的情況下 要把這個底色變成 這個黃色底色好了 就是這樣簡單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你會發現 條件在這裡 格式化在這裡 這有點麻煩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規則有沒有 首先的話呢 你會發現它有好幾個選項 光看完這些選項 你頭都暈了 跟各位講 上面總共有幾種 總共有六種對不對 其實只能有一種方式 是可以OK的 哪個方式 就是最後一種 使用公式 所以就是你要敘述的公式 讓它知道 哪個規則 才可以 為初的時候才可以 那首先當然呢 記得 你要格式化的範圍給它 哪個範圍 將來要格式化就這個範圍 有沒有 就是A2有沒有 一直到哪裡呢 到這個A的43 所以你按Shift鍵 選 或者你按Ctrl-Shift向下也可以的 然後呢 這個是我要格式化的範圍 接下來的話呢 新增一個規則給它 這規則的話呢 就是它的條件 什麼情況下要格式化它 那接下來的話呢 你就要跟它講一個公式 只不過這公式也不是很好記 這個公式其實 有點像是我們資料編輯列上面的 這個 這樣的一個敘述方法 所以前面是等於啦 一般我是當什麼 我是把它等於就是 就是有點當什麼條件 所以後面就是一個條件 當這個條件 所以你可以先選第一個 然後 這個點選這個1、2嘛 然後記得它會有一個前後的錢的符號對不對 那記得就是不能有 因為它如果加錢 它就固定在1、2了 就那個意思 條件就是它 那不會往下跑 所以記得 你要以它為開始 那因為你選了有42個儲存格 所以它會跑42次 那方向會跟這個一樣 所以這個是你的條件 這個是你的那個什麼 這個是你要格式化的範圍 這是你的條件 這個條件以這個為起點 所以它要跑的方向會跟它一樣 如果它怎麼樣呢 什麼條件要格式化 就是當這個什麼呢 小於等於7的時候 所以有沒有 這邊有兩個等號 這個是當 所以開頭一定要這個 後面是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呢 就是1、2小於7 那1、2的話是一個起點 因為你選了42個 所以它會跑42次 那以1、2為起點 大概是這樣的 這個有點像它幫你跑回圈 所以其實跟寫程式有點像 上面是微處的話 做下面的事情 什麼是 就是格式什麼 格式化 那因為我要把底色 底色填滿 填滿為黃色 就這樣而已 好 應該寫完了吧 OK 就大概是這樣子 我試一下好了 這個功能我很久沒用 因為我習慣寫程式 這種不寫程式的反而我還 我還比較 OK 比較少用啦 好按確定 有沒有看到 有了有沒有 OK 所以其實我 應該知道這個邏輯吧 這個邏輯不太好懂耶 這個Ctrl D一下 如果你要恢復的話 Ctrl D之外 還有就是 如果你要把剛剛的條件刪掉的話 這邊有個清除嘛 清除 應該是整張工作表 或者你管理規則也可以啦 管理就是這個 它這個就是它的條件 你可以把它刪除掉 刪除的話才能拿掉 OK 你不能說用那個什麼 把這邊改成無填滿 那不行喔 如果無填滿它不會理你 因為它是一個條件 設定格式化的條件 好 所以我再做一次喔 一 所以那個邏輯這樣啦 第一個 請你選擇 你要格式化的那個範圍 如果你選42個儲存格 它就會跑42次 OK 應該懂嘛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告訴它條件 所以先選你要格式化的地方 第二個的話呢 你在新增規則 然後給它公式 上面都不用看了啦 上面 那公式的話就是 你先給它一個 開始的儲存格 當那個開始的儲存格 哪一個儲存格 就12啦 或者自己打也可以 因為你點它會有前後霜 以後你要刪掉 當這個條件小於等於7的時候 它符合這個條件的時候 它就會做底下的格式 然後我是切到填滿了 當然你如果要做其他格式 什麼字外框 這些都可以自己加啦 它就填滿底色按確定 這樣按確定就OK了 有沒有 如果你要清掉的話 記得喔 不能夠直接這個什麼無填滿 不會理你有沒有 我之前也是這樣 請問一直怎麼清不掉 原來你如果要清的話 也只能從這邊清除 這邊把它刪掉 它才會恢復 OK 好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這個是設定格式化條件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可以用在非常多的地方上面 以後如果你假設你希望什麼條件 做什麼事情的話 大概都有類似的這個用途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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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